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4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今天還是平安夜 平安夜 其實明天就是聖誕節 希望大家 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在風雨飄雨的日子 尤其是香港的朋友 內地的朋友 你們就要顧好自己的身體了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是青島 衛健委 竟然公佈他們的確診數字 而且這個數字還是十分驚人 這個和中央的衛健委公佈的數字 完全是南緣北徹 我們 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甚麼青島的衛健委要這樣做 也跟大家說一下 很明顯 就是他 已經出來鼎證中共的衛健委 說謊了 中央公佈數據 全日只有三千多個確診 但是只是一個青島市 這是官方微博來的 半島都市報 是官方的報章 竟然是公佈 這個青島市衛健委的主任 是講解這個疫情 那麼究竟這個疫情 是不是跟反習勢力有關呢 那麼 中共裏面的 每個地方的政府和中央 是不是已經去到若即若離呢 這個 真的是很值得我們的心思 我們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大家有需要 也可以參考我們的節目簡介下面 第2項就是 這個VPN 大家如果透過我們的VPN連結買 也可以得到折扣 我們最近加強做這些字幕 希望 內地的朋友也可以聽得懂 他們可以從香港人的角度 去了解我們怎麼看中國的問題 首先說一下 中共衛健委中央的報導 先跟大家說一下中央的例子 國家衛健委宣佈一日 新增了3,761個病例 這是31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 連同新疆 新產 建設兵團的報告 總共3,761例 這是 22年10月23日 即是昨天早上公佈的數據 境外輸入山東有1例 本身的確診有23例 三千多例 讀一讀給大家聽 境外輸入的 廣東41例 上海8例 北京3例 內蒙古3例 遼寧2例 黑龍江2例 甘肅2例 天津1例 山東1例 四川1例 雲南1例 而本土的病例就有3696宗 3600多宗 廣東1599 北京547 福建310 重慶271 雲南263 湖北112 四川110 湖南93 上海79 天津57 黑龍江41 河南34 浙江32 陝西25 江西23 山東23 山西18 河北15 廣西15 內蒙古13 海南9宗 江蘇2宗 青海2宗 貴州1宗 西藏零下國1宗 而沒有新增死亡病例 沒人死 新增疑似病例3宗 均來本土病例 也是北京 當日新增治愈出院的病例 有2110宗 沒事呀 這麼多人出院 我們現在 讀一讀 青島市衛健委的公報 這次青島市衛健委的主任 博圖 究竟是 薄熙來的親戚 還是跟他無關呢 不知道 這個委員會主任就說 當前 青島的武漢肺炎發病高峰期 還未到來 正是處於高峰來臨前的快速傳播階段 按照監測數據推測 青島 目前每日 新增感染量 是49萬 至到53萬人 明天後天 會在這個基礎上面 以10%的增長速度增加 如果經濟有那麼好就很久 如果買股票有這樣的增長就很久 每日升10% 目前 青島已經建立並完善分級分類診療體系 足夠了 醫療救治三度防線 博圖就這麼說 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就可以把曲線拉得更長 讓高峰期 盡情可控 讓島城 醫療物資儲備 清島的島 醫療救治服務等 贏得更多時間 從而減輕短期內的醫療資源 疾對現象 醫療消息出來了 震撼全國官場 究竟 青島 是賣的什麼 胡蘆米 什麼藥呢 只有青島是公佈這個數字 其他全部 都沒有公佈 究竟青島大膽 還是有人真的用來動這個國家為健委呢 中央公佈的數據是假的 只是一個青島 都已經公佈了 50萬 是不是 不是山東其他地方 只是計一個青島 這件事其實我也覺得 是一個比較令人難以 想像 為甚麼那麼膽量呢 為甚麼 他們 可以這樣做法呢 這個其實 跟中共的防疫政策 是大幅 改變 但是改變得來 他們有無所適從 尤其是 是地方政府 究竟你哪個真 哪個假 我們真的 不會猜 是不是 完完全全不知道你想怎樣 這次 我們再看看 已經開始有傳媒報導這件事 不是說 網上改圖啊 流的啊 不是 是真的 因為這個是為 艷偉引述他的消息 今天各大報章 已經報了這件事 說青島 青島 擁有千萬人口的大城市 大家最有名的就是青島碑 一定聽過青島碑 當時是德國人的勢力範圍 德國人建設青島 建設山東 令到山東 其實也 很不錯的 整個規劃的各方面 如果現在每天50萬人染疫 即是5%人口 這樣很快 過多十幾二十天 全國青島都是確診的 好了 現在我們要看看 青島這個動作會不會 帶起所有的省市跟著他的公佈數字呢 如果這樣公佈 全國中得了 一天不是一億人確診 十天八日全國都是確診的 因為我們聽到的資料 是個個都中的 無論 一家大小 無論是工廠 無論是寫字樓 真的 大部分都中招 現在回到 不中招的反而就出奇 我們 接下來 看回這個數字 還會有所增加 究竟 他們的 藥物夠不夠呢 肯定不夠 現在很多人都賣不到藥 我們已經看到了 有人投訴 說在美國的朋友 親戚 寄了 退銷藥回大陸 誰知道被人帶回頭 不單止藥過不了 還會被人罰款 還要交很高昂的 郵寄費用 有些 就是被 海關截了 沒有了 直接沒收 有些 就被送速遞的人偷了 據說大陸 包裹全部打開 看看有沒有退小藥 有的 他就代了 不會寄到你手上 所以 現在大陸的環境很惡劣 香港我們昨天說了兩種 藥物 我也是在昨天這個留言 置頂了 大家 可以到那一節找到藥物名稱 有網友問可不可以在Facebook公開 我Facebook還有9天才放牢 被人封鎖30天 還有9天才放牢 這次 現在清倒這個那麼大的動作 我覺得 可能是一種嘗試 因為他知道沒得再悶了 全世界都敢爆發 現在中共 向世界隱瞞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覺得現在中共已經覺得 無所謂啦 不用遮門啦 反正也是啦 這個 發動政變 又是擺明 現在確診數字 擺明做假 擺明隱瞞數據 以後誰相信你 還打算出去找生意 誰有人相信一個 天天說謊 置人民生命於不顧的政權 你們 不只是害自己的 你們是害全世界的 你們在大陸有疫症 你們不向 世衛組織去公佈 去分享數據 世衛就變成盲頭烏鷹了 根本不知道真相 不知道病毒如何去應對 這件事 我們也認為大陸可能會存在著新病毒 現在外面已經有人說了 ADO 什麼ADO Alpha Delta Omicron ADO 新病毒 是三樣東西 合併而成的新病毒 如果這樣就麻煩了 會不會 有一個新品種向全世界播毒呢 現在很多國家開始 不再向中國發簽證 其實我認為 應該禁止中國的飛機飛去 這樣才可以有效阻止病毒 如果不是 你飛過來 不會死? 再長久發展下去 香港和澳門和大陸一通關 即是說 香港 澳門 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全世界 就會封鎖 香港 澳門 大陸 飛出來的航班 即是說 他們是會被全世界封鎖 這個如果對於香港人來說也算很慘 澳門人當然也算慘 出不了外 等了那麼久才等來通關 結果就在最不適當的時候通關 在這個最糟糕的時候 你們才會通關 其實 真的不須拿來碎 希望事情不要發展得那麼壞 因為 我們也不希望我們在香港的朋友 受到那麼大的 折磨 折磨 在大陸的朋友也一樣 好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今天平安夜 希望大家 在大陸 在香港 在澳門 平平安安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裡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